背著大包小包 外國面孔的情侶黨 一大早出現在花蓮車站 但似乎沒幾個人發現 他們就是向英國媒體投訴 台灣檢疫所向監獄的那對情侶黨 為何能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 避開媒體追逐搭上北上列車呢 原來花蓮縣衛生局說 情侶黨10點才要離開檢疫所 但他們出現在火車站的時間 卻是上午8點30分 到檢疫所門外守候的媒體 全都撲空 衛生局人員說 情侶黨提早離開是中央下的指令 時間往回推才發現 早上7點半 小兩口就在專人的陪同下 布出花蓮檢疫所 並搭上一輛鄉行車 前往花蓮火車站 當然也成功躲避媒體 情侶黨提早離開檢疫所 讓他們成功躲開了媒體的守候 花蓮縣衛生局說 這是中央下的指令 但是是誰給中央建議的呢 不少人就懷疑 可能是英國在台辦事處 我可能要再問一下 我們英國在台灣的官員 辦事處沒有正面回應問題 但根據了解 情侶黨檢疫期間的參費 已經由辦事處全數攪清 攤開情侶黨形成的時間軸 兩人14號入境台灣 18號在花蓮接受檢疫 26號英國媒體 刊出他們批評台灣檢疫所的報導 29號一早出關後 搭車北上 但卻沒有出境 極有可能是繼續在台灣 趴趴走 他到哪天 我想這就是他的隱私 我們就不好去再說明了 英國情侶黨 一次在英國在台辦事處的協助下 成功躲避關注 罵台灣卻可能繼續爽玩台灣 這對小良口的種種行為 已經引起爭議 記者劉起焦 潘嘉義 陳玄 台北花蓮採訪報導